大家好 我是三喵携肥局逃到上岗 这不最近乌克兰海军又搞出了大动作 不过按您的说法 应该乌克兰没有海军了 总之乌克兰军队又搞出了大动作 他们用无人艇袭击了俄国的铲除级登陆舰 又袭击了俄国的民用邮轮 我说这个乌克兰真的是来骗来偷袭 不讲武德 这本来是民用的邮轮 你这么一个乌克兰纳粹来偷袭这个民用的邮轮 这好吗 这很好 这艘邮轮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上了制裁的黑名单 因为它是被俄国的军方征用 老乡我借你个邮轮用一用来运个石油 去给叙利亚的政府军巴萨尔去续命去 所以这艘邮轮是已经上了黑名单 而这艘邮轮最近是被乌克兰的无人艇给撞出了一个大动 那么袭击的黑白画面 包括俄罗斯他拍摄的这些画面都已经出来了 乌克兰不是没有海军了吗 这都不是以小博大的问题了 这是以零来博一个号称世界第二的海军 打出了这样的战绩 您看莫斯科号已经这样了 已经我这里收藏了还是个限量版的邮票 他已经完蛋了 彻底彻底完蛋了 这种情况下 乌克兰军队怎么做到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先进 有人说乌克兰是靠这种先进的这种无人艇 包括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先进 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法国的绿水海军青年学派 这样的一个学派 当时这个学派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那么法国既然跟英国竞争海军的时候 竞争不过英国 你知道19世纪的时候 法国其实一顿海军并不与英国差多少 拿破仑那个时候但是几次海战吃瘪 再加上这个法国国内又是各种各样的多势之球 各种各样的动荡 而造军舰 尤其是进入了铁甲舰时代之后 你这个军舰其实是需要这种长期的技术基电 而且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国家政策来做支撑 法国显然是目前没有这种条件 所以说到了这个19世纪后期的时候 那还不是无畏舰时代 是铁甲舰时代的时候 法国就已经被英国人甩开了一大截 眼看着英国那边十几艘铁甲舰 法国那边基本没什么拿得太出手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于是法国的一些青年海军军官就说 那我们不要跟英国去拼这种主力舰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一种大杀器叫鱼雷 那么鱼雷这玩意儿能够破坏这个军舰水线以下的部分 对于军舰造成非常非常致命的这种打击 对吧 你军舰的水线以上 你炸再多个洞 那玩意儿还是浮在水面上的铁壳王的 但是你只要往水面一下打一个洞 那个后果可能就非常非常严重 甚至你这洞打得好 直接打到螺旋桨和操作上 比斯麦号战列舰当时就是被箭鱼鱼雷机投中了一枚鱼雷 直接把方向座卡在了左右12度的位置上 致使最终被围歼这样的一个命运 那这是后话吧 咱就不提 总之很多人是看到了这个鱼雷的确是个大杀器 那既然如此 我们要不要 我们还发展主力舰干什么 我们要不要去发展这种鱼雷袭击小快艇 然后去保卫我们法国的这种海岸线 所以这种以小舰艇搭配这种当时的高科技 高技术兵器来对主力舰实行密袭 这种一种所谓的弯道超车的思想 这在当时就被称为是绿水鞋派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无管 为啥呢 那会儿那鱼雷整个整个的这个技术参数 大家对它寄予厚望 但是这个厚望真的是过厚了 那会儿那鱼雷真的很不成熟 你几百米的射程上可能就会打天 或者出各种各样的状况 而且那个鱼雷你看上去 能够对主力舰造成很大的损伤 但是有个问题 鱼雷太沉了太重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博物馆 去摸过那种真的鱼雷 那个鱼雷有这么粗 对不对 有这么粗 那533毫米 你比划一下那个鱼雷得多少人去扛着 对不对 而且在那种小的军舰上面 鱼雷艇那上面 你发射之后 你要怎么再装填 这都是问题 你就更不要提这种小的这种鱼雷艇 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在这个计案防疫那种可能有优势 但是他的航程不远 而且在大风大浪当中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让人跌破眼镜的表现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当然法国人最后还是要走这条路 因为1904年日俄海战的时候 沙俄海军的这个主力舰是法国式的 而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是英国式的 到了1905年对马海战 就那个皇国存在细死一亿 那次对马海战的时候 这个法国战略舰相比于英国战略舰 那真的是处处挨打 当然你要说那次对马海战的时候 俄国彻底输给了法国 不是 这个俄国彻底输给了日本这件事情 这个俄国海军军官有责任没 当然有啊 主要责任 但是法国战略舰 你也不能说他免责吧 你也不能说 他是完全完全没有责任的吧 他是要负责的 明白吧 所以法国人还是 我就乖乖的去发展我的这种鱼雷艇 驱逐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当然驱逐舰这个 我之前是做过一个小专题 驱逐舰它本来 它的想法是驱逐鱼雷艇的 为大舰保驾护航 后来我在上面装上鱼雷之后 那不就成大型鱼雷艇了吗 好 于是这也成了这种绿水学派海军主力发展的这种舰逐 包括潜水艇 在一战之前 法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潜艇舰队 可能大家觉得德国的潜艇很厉害 但是真正的潜艇数量最多的是法国 只不过在一战的时候 整个绿水学派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加以实施 因为双方的阻力舰 应得双方的阻力舰 都是实行那种远程威慑 我不过来 我不冲到基尔港 那边我不冲到斯卡帕弗洛 你能怎么着 你难道你驱逐舰闯过来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落了空的 而到了一战之后 各国也是知道 这个阻力舰其实很容易被这种小军舰给伤掉 对吧 也是有一些国家的阻力舰 被这些鱼雷艇 被这些给干掉 比如奥匈帝国的主力舰 就被意大利的鱼雷艇给偷袭过 还沉掉了吗 对不对 那么但是一战之后 各国海军一个很大的变化 航空母舰开始起来了 航空母舰的特点是什么 我放飞机几十公里之外 一百公里之外 就可以进行攻击 那这个时候 你这种绿水海军青年学法 你力度打造的这种鱼雷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的攻击方有那么大吗 显然不可以了 但是还有一些国家 放手他不放 谁呢 招合日本啊 对不对 那我们要用水雷战 日本的水雷就是鱼雷 我们要用鱼雷战 让美国鬼畜就心惊胆战 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个我之前也做过节目嘛 这个日本人搞的那个 九三式长矛酸素鱼雷 氧气动力鱼雷 那个东西的射层很远 虽然没有什么准头 然后他们是把这个九段机作战当成了一个照本宣科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这个带着鱼雷的驱途舰啊 非常非常的重视 甚至专门研发了丙驱 甲型驱途舰 那个是多用途的嘛 这个护航啦 这个反潜啦 包括这个鱼雷作战啊 防空啊 都是要搞的 乙驱啊 就是专门防空的秋月型驱途舰 甲驱的代表 比如阳岩啊 招潮啊 这些都是丙驱 好 专门进行鱼雷战特化的驱途舰 导风啊 如果你玩过战舰世界的话 您应该能感受到导风那个鱼雷 意味着是什么 的确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存在 对不对 但是这玩意儿玩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美国军舰不会冲到你的这个射程之内 顾您打呀 对不对 而且当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鱼雷没有准头 没有准头 没有准头 当时的鱼雷技术虽然已经发展了不少 但是鱼雷真的是没有准头 就这么打过去 40多公里 日本的鱼雷是能打40多公里 但是你能打中吗 这个真的不好说 你看我这个样子好像很容易 但是海面上这个风浪一颠簸 哎 就错过去了 风浪一颠簸就错过去了 所以基本是打不中的 虽然日本在二战的末期很有精神 搞了个回天什么什么小鱼雷 但是那玩意儿也基本是聊胜以物 所以看上去这个绿水海军 似乎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但是二战之后 这个精准度这方面 大火可是瞎死了 导弹艇 导弹 那就是有制导的 就是你不管怎么发生 就这个样子 我还能打中 对不对 所以说导弹成了这种绿水海军 翻盘的一种利器 真的有啊 你看埃及的明河导弹艇 不是干掉了以色列的驱逐舰吗 阿根廷的飞鱼导弹 不是干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吗 哎 以小博大 这些事情终于成为了一种可行的现实 当然导弹这种东西要使用 第一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技术天机限制 第二点 这个导弹想要用好 想要研发好 它也得是有国力的积累 那也是有人态的积累 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发现 好像某些走邪路的国家 它能走得好 而某些宇宙真理国家 这方面是真的不太行 尤其是打那种移动目标的导弹 这种真的是慢慢慢慢不太行 这种宇宙真理的国家 你看哪一个的电子技术这方面 真的好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到最后特别讽刺的是 这种宇宙真理国家 海军就算不行 想用导弹 想去以小博大玩绿水海军的话 到最后发现 自己的导弹好像真的不太行 比如俄国 它的导弹好像除了打那个 复产医院啊 打什么商场 并没有别的啊 最近打了一个宾馆 把那里面巨型 儿童夏令营的那个儿童炸死了好几个 这就是俄国导弹干的这种事情 而反而你看这种乌克兰 它各种各样的导弹 包括在邪恶的美帝帮助下 研发的那种自杀无人艇 整个的导航啊 动力啊 包括这种操控啊 等等这些东西 还多多少少是靠着点谱的 所以说这种绿水海军啊 虽然固然我们知道是弱小海军以小博大来干的这种事情 但是它想要有用 必须得有制导技术 操控技术的这种加持 而走斜路的那些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无疑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最后做个小小的总结 如果您是宇宙真理国家 而且还想拿这种所谓的绿水海军去翻盘 那三个字想多了 那么希望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继续努力加油 把俄罗斯那几艘那个护卫舰给送下海底去陪莫斯科号 那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